老师和面前的阿公阿嬷详细的说明 等一下的制作流程 因为这次胡维鼎西社区 特别安排烹饪课程 请大家亲手做雪Q饼 让阿公阿嬷在过年的时候 能露一下手艺 将这好吃的和家人分享 交长辈可以在家自己DIY 那因为我们过年也快到了 那刚好结合就是在地的那个农产品 对然后做雪Q饼 那也可以送亲朋好友啊 然后就是在家自己吃也都很OK 因为做法都很简单 材料也都很简单 因为雪Q饼的制作方式非常简便 而且使用的食材 在超市就买得到 所以也让阿公阿嬷多学一项厨艺 未来就不必花钱买点心 自己亲手做就可以 真好有真棒 有真好有真棒 有真好有真棒 哦很高兴 我每年在吃这个 我们十个小孩都没法吃 这也做过 第一次做很棒 我后来要自己做 那我们十个小孩都没法吃 我觉得这个雪Q饼的教我们真的不错 第一 这个材料是 那个真实的材料都没加防腐剂 所以我们吃起来很健康的 还有它的步骤蛮简单的 所以我们如果在家想要吃 可以自己做 特别安排这个课程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希望结合在地生产的花生 让大家知道花生有多元的吃法 并且希望之后可以当做社区行销的一部分 那这次做雪Q饼呢 最主要就是说 花生产业呢 不只是只有炒花生 花生糖 那我们是尝试用我们在地的花生呢 加入雪Q饼里面 那当然呢 花生这部分 他有先用 炒过 咸咸的一点点这样子 那加进去的话 那个味道真的很不错 那长辈也透过这样子 在那边烹饪这样子 其实一个乐趣 就是在欢乐之中 完成一道料理 那当然完成一道料理的话 如果这个东西可以做 作为社区一个行销的一个卖点的话 我觉得这样对长辈 有一个回贵机制也很好 期待鼎西社区的长辈 可以将这次所学的这项料理发挥出来 为了还让来这 观光游玩的大家 能够吃到他们充满爱心的好手艺 记得留的采访报导